男人趁着理发对妓女动手动脚 大手从发丝抚摸到脸颊 规矩点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 见小莫没有拒绝 男人更是大胆地将她扑倒 就在这时 母亲推开房门目睹了一切 悲愤地追打姬夫 小莫面无表情地躺在地上 打吧 这有男人该打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莫故意设的局 为的就是让母亲看清楚姬夫的嘴脸 可母亲没能经受住打击 第二天就跳了河 祖传三代的悲惨命运就此开始 小莫原本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母亲在上海滩经营一家照相馆 情斗初开的她看着老电影 憧憬着画面中的美好爱情 然而下一秒 真的有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孟先生 看中了小莫的姿色 询问他想不想拍电影 而小莫恰好有个大红大紫的明星貌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演戏哪里有那么容易 小莫做作的表演让导演紧重眉头 说不出一句话 可孟老板却带头鼓起掌揽 老板想跑的人 其他人乃甘有意见 就这样 小莫和孟先生签了约 这晚收工后 孟先生没有将小莫送回家 而是以方便拍戏为由 带他来到高档酒店 想让他长期住在这里 小莫的家教很严 犹豫着不敢答应 但孟老板伸识地将钥匙放在他的手里 随即关门离开 这让小莫悬着地心放了下来 明亮宽敞的房间 床上的丝绸睡衣 以及昂贵的名牌香水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 孟先生是个慷慨贴心的好男人 这一天 孟先生拿着一本杂志来到酒店 小莫的照片登上了封面 他激动地扑进孟先生的怀抱 你这个太好了 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便将自己的真心也欣然交付 在孟老板的极力宣传下 小莫真的成为了大明星 到哪里都犹如众星捧月 他在舞台上尽情扭动着腰肢 却不明白在大上海的名利场 娇媚如花的他 也不过是个玩物而已 歌声唱到最极致时 小莫突然一阵甘傲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上海滩最红的交际花 唱歌时突然一阵甘傲 下面的看客们扑斥笑出声来 谁都看得出小莫怀孕了 而身为孩子父亲的孟先生 却对他没有丝毫联系 他把小莫带到医院 可听着手术室里女人的尖叫 小莫害怕了 他不顾阻拦离开了医院 回到酒店房间后 无论孟先生如何劝说 小莫都坚持不肯去医院 孟先生没了耐心 转身就离开了酒店 一觉醒来 上海变天了 街上到处都是日君和流明 小莫立刻赶往片场找孟先生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孟先生已经脸光财产逃往香港 就在小莫陷入绝望时 酒店又催他交房租 房间不是付过了呀 付过了 但是付的是一年的租金 是一年呀 我才住了半年 孟小姐 您出进来之前 另外一个女演员 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了 小莫这才明白 自己只是别人的玩物而已 走投无路之下 她只好回到了母亲的照相馆 看着怀着肚子的女儿 母亲打骂她是奸火 可看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男人是 谁是奸火呀 不久后 小莫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对孩子十分冷淡 不闻不问地交给母亲抚养 继父基于她的美貌 时常私下动手动脚 小莫特意做局让母亲撞破 想让母亲得知男人的真面目 可母亲却受不了打击跳和自杀 只留下一封信 信里她给小莫的孩子取名为小莉 从此小莫和女儿小莉相依为命 一转眼十八年过去 小莉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爱上了车间里的同事邹杰 在活泼貌美的小莉主动追求下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可惜邹杰情商实在有点低 第一次见家长 小莫客气地夸她长得像电影明星 我不喜欢什么电影明星 他们都好吃懒做 是资产阶级的寄生虫 这可是彻底踩在了小莫的雷点上 等到邹杰走后 她就让小莉跟她断了 而且邹杰是工人出身 家里又穷 以后过日子一定会受苦 但小莉却实打实继承了小莫的倔强 不顾她的反对嫁给了邹杰 而婚后的生活也依应验了小莫的担忧 小莉吃不惯婆婆做的饭 讨厌夜湖的味道 婆婆觉得小莉太矫情 结婚这么久肚子没动静不说 还这么多讲究 而邹杰嫌她小自作牌 也不站在小莉这边 小莉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忍无可忍地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等了一整天 邹杰也没来找她 明天她要是再不来 你永远不跟她一起生 但话刚说完 邹杰就带着行李进来了 两人就这样和好如初 在娘家住了下来 但小莉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 小莉有先天疾病无法生育 从这之后 小莉变得有些神经质 她觉得没有孩子 这段婚姻就没有保障 迟早会走向中结 于是她选择了自杀 幸好被邹杰及时发现 才保住了一条命 邹杰看小莉如此渴望孩子 便提出领养一个 于是小花便被领了回来 女儿洗澡时忘带毛巾 喊父亲送来一条 父女俩玩笑般地闹了起来 然而这温馨的意义 却让妻子小莉十分生气 怒斥邹杰以后 都不许给女儿递毛巾 晚上小莉躺在床上 恍惚间看到邹杰走到女儿床边 想要做些不轨之事 小莉冲过去 举着床单质问邹杰都干了什么 然而实际上 一团血字的床单 实则甘丹静静 原来是小莉精神受了刺激 只能看到自己心里相信的 最后邹杰不堪流言蜚语的哲戮 选择了卧鬼自尽 以此来证明清白 备受打击的小莉 也跟着她消失在了铁轨尽头 这个家 又只剩下了外婆小莫和孙女小花 十几年过去 小花长大成人 虽然不是亲生 却长得和小莉一模一样 她交了一个帅气的男朋友阿渡 即将去外地上大学 外婆得知后劝小花分手 生怕小花再布了两人的后尘 但小花却偷偷和阿渡领了结婚者 就这样 阿渡在外上学 小花在家勤肯打工 为以后两人的生活积攒等钱 阿渡答应小花只要放假就回来看她 但时间一点点过去 阿渡一次也没回来 外婆为了让小花转变心意 时常给她介绍对象 有钱有言有家事 但小花就是一根筋的等阿渡 为了让外婆死心 她还将两人结婚的消息说了出来 健身迷已成熟犯 外婆也无可耐好 又过了几年 阿渡终于毕业回来了 没等小花高兴几天 阿渡就以自己专业为选好朋友 提出要去日本留学深造 阿渡又离开了 很快小花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将喜讯告诉了外婆 外婆一点也不开心 劝她把孩子打掉 原来是阿渡从日本寄来了一封信 外婆打开后发现阿渡变心了 她不想小花重蹈自己的负责 但小花却怎么也不肯听 外婆被她的执迷不无奇地握病在床 不久便去世了 外婆事故未寒 阿渡却在此时回来提出离婚 得知小花怀孕的消息 你怀孕了 谁的 你说谁的 那好吧 那就等孩子出生之后再离吧 小花对阿渡彻底死心了 晚上她邀请阿渡到家里吃饭 夜里趁阿渡熟睡 她拖来没期惯想和她同归于尽 可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小花最终还是心软了下来 而小渡也和自己的新婚离开了 留下小花独自照顾自己 几个月后的一个云烟 即将生产的小花因为打不到出租车 在瓢泊大雨的街上生下了女儿 不知道此刻 她有没有后悔过当年的决定 晨光微亮时 小花生下了一个女儿 从此两人相依为名 不知这个孩子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茉莉花 张子怡一人分世祖孙三代 三人个性特点虽不相同 却落入了同样悲惨的命运轮回中 旧时代的女人没有选择权 她们被迫推着进行一个又一个选择 稍有不慎便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希望在新的时代 她们能够做真正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